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新加坡后 于28号对越南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以寻求加强与越南的关系 在此之前 美联社特别强调 越南是同中国存在南海领土主权争端的国家之一 据悉 访问两国期间 奥斯汀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 不仅重申美国对南海周边国家 依据国际法捍卫自己的权益行动的支持 还重申了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和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 这种一度无视事实蓄意抹黑的行为 摆明了就是在挑拨地区国家关系 就如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言 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一级地缘政治私利 按照事态的发展 必定会持续加剧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正当外界对死担忧时 却有相关消息透露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越南 见过越南防长潘文江后 连发的几条推特里竟只字未提及中国 难不成真如胡锡进所分析的那样 和内向奥斯汀施压了 要求其不允许把此次访问与中国公开联系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 那美国可就要着急了 美国之所以接连在中国周边搞事情 不难看出是想拉拢中国周边国家 并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存在感 如今美国访问越南很大可能 就是想把河内拥抱进怀里 拉上该国加入自己的反华阵营 下一步就是递给对方一把手枪 怂恿其朝着中国射击 这样的事美国没少干 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是英国都是例子 不过话说回来 美国是痴心妄想 想把东南亚变成围堵中国的前沿堡垒 这可能吗 如今的中国几乎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中越贸易更是高达一年1900亿美元 再者 美国现在在世界上的表现早就让区域内越来越多的国家 怀疑一旦南海引爆战争 美军是否有战胜解放军的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 美国已经失去了拉拢东南亚国家导向它的资本 估计美国怎么都没想到 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企图对抗中国的过程中 反暴自己内部的虚弱 当前的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英国等美国盟友 哪一个有好下场的 况且是在解放军还没动手的情况下 就个个开始遭重击了 更不用说东南亚国家大多都是左右逢源 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虽说越南与中国有领土争端 但并不妨碍两国友好合作 一旦越南为了登上美国的战车与中国作对 同中国的巨大合作将变成越南无法承受的对抗 就如胡锡进所言 今天的越南干不出这样的事 而美国妄想拉拢越南 只能说该国是蠢到家了 美国自认为是神一般的存在 是不可战胜的 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在他国眼中 美军十分的让人反感 是和平的最大破坏者 美军舰不来中国刷一波存在感 就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 美国用武力威胁中国 反倒说中国威胁美国 美国颠倒黑白的无耻做法 必将名流侵蚀 难道中国买美国债 就是让美军在中国周边耀武扬威的吗 美国要继续耍流氓 恨到什么时候 美军舰又一次挑衅中国 无前大笑进行了强势回应 据俄罗斯卫星报道 近日 美国本福德号驱逐舰穿越了台湾海峡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据新加坡研究员科林科收集的数据 去年有15艘美国军舰穿过海峡 前年是9次 今年目前为止 已经是第7次穿越台湾海峡 据其 美军甚至制定了穿越海峡过境表 计划每月穿过一次 美国持续向台湾输送军事装备 表面是为了保卫台湾 实质上是为了破坏和平统一 美军自认为通过台湾海峡 是自由航行的一部分 但是完全没有考虑中国的感受 美国是一个极其自私的国家 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 美军不断地挑衅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美军有一种思想 就是必须为军队树立一个敌人 这样才能让国防工业和军人提升 而这个敌人一直在变化 苏联 越南 阿富汗 伊拉克 伊朗 而中国的经济进步 触碰到了美国的敏感神经 所以动了歪心思 美军机降落台湾后 美军舰又通过台湾海峡 中国空军和海上部队进行了跟踪 美国穿越的理由竟是 中国军机冒犯了他国领空 但事实上是进入了防空识别区 看看他国的防空识别区 会发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中国空军在南海进行的定期空中演习 被西美夸大成了入侵 美国想混水摸鱼 借军事压制获得经济利益的做法 不会得逞 今天的中国绝不是1984年 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美国企图用军事手段挽回颓废之势的做法 终将是徒劳 虽然美军无视中国对台湾的控制权 也没有爆发冲突 但美国的做法鼓励了分裂主义倾向 将导致台湾民众产生不合理的想法 并可能因此爆发战争 美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后 中国国防部进行了猛烈抨击 谴责这一具有挑衅的行为 吴谦强势指出 美国现在正在玩火 必须立即停止任何冒险和挑衅行为 东部战区已经随时准备 应对美军的所有挑衅和威胁 并将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7票赞成 21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国务院拨款法案 其中多名议员提出修正案 禁止美国行政部门花钱制作 购买或者展示任何将台地区 化成中国一部分的地图 目前该法案已经被送到参议院进行审议 一旦两院通过 将会送到总统办公室等待拜登签署后生效 此前美国还与日本等国家发表了 涉台内容的联合声明 这才多久 美国竟然狂妄到公然不承认一中原则 无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在台海问题上又一次向中国发起挑衅 值得一提 此次数名议员甚至大放厥词 两眼台地区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态度如此嚣张 显然美国是铁了心要将台海这张牌给打下去 从这也就足以看出 美国近期频繁释放想跟中国谈的信号 只不过是在做表面功夫 并非真心想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既然没有诚意 那刚结束的中美会谈 其结果也怕是不容乐观 不然美国也不会在会谈结束后 企图从地图上来分裂中国 禁止中国地图包含台地区 此次针对这起事件 引起岛内不少网友的热议 这法案简直弱智 美国是在赤裸裸地干涉别国内政 中东搞完了 现在来搞台海了 美国人真是闲的 从评论上可以看出 岛内大多数网友 对该法案处于不赞同的态度 是在推台当局入火坑 中方不止一次强调 台海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搞台独没有好下场 美国如今不仅不停 反而加大挑衅力度 这只会逼解放军提前统一 届时 岛内民众必定是最先成为炮灰的那个 日前 我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无前在会上重磅发声 明确表示 任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 解放军都将坚决反对 在台海问题上切香肠 美方玩火必自焚 倘若不及时收手 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就在前几天 人民日报终生刚罕见发表署名文章 奉劝美方不要继续误判形势 释放出退无可退 只能亮剑的讯息 在人民日报给美国敲响丧钟后 我国防部再度发声 言语越来越强硬 可见中方的忍耐已经到极限 就如国人所言 这一次美方真的玩大了 要知道中国是好说话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好欺负 如今的解放军实力越发强大 真要是惹恼了 就算是美国我军也不带怕的 话说回来 解放军也是时候学习一下 俄军不怕死的精神 以现在美国籍盟友的挑衅力度 中国变成第二个战斗民族 或许非常有必要 在这次天津会谈中 中国罕见提出了两份清单 画出三条底线 中国史无前例的举动 似乎让美方措手不及 在天津会谈前后 美国高官更是倾巢而出 又准备密谋什么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拜登政府关键人员集体访问亚洲 展开全场紧逼战术 在和中国会晤前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就接连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蒙古国 其中日本回应最积极 美日双方还多次强调 台海局是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有趣的是舍曼刚走 王毅外长就邀请蒙古外长访华 国防部长魏凤和 也与蒙古国防部长塞汉巴亚尔举行了会谈 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后脚跟上 7月23号就动身前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访问 大谈南海问题 接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出动访问印度和科威特 在访问印度时 布林肯表示 美、印正共同面临中国威胁 让印度和其联手对付中国 与此同时 印军在边境又开始新的部署 而拜登政府的亚洲之行再添一人 路透社26号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即将访问越南 随后到访新加坡 仅仅一周内 拜登政府的高官团就在亚洲全力输出战斗力 与此同时 拜登也发出重磅表态 如果美国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 美国可能与一个大国爆发鹤枪实弹的战争 前段时间 美国纠集欧盟、北约、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多国 联合指责中国大规模网络攻击 此前 美国也以此为由制裁俄罗斯 很显然 就是为了针对中俄 这就相当于对中俄下战书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访问盟友和伙伴时 包括这次天津会谈 每次都会强调美国维护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并指责中国不遵循国际规则 美国所谓的国际规则 实质上就是 以美国霸权地位为主导的国际规则罢了 只要威胁到美国霸权 这就是不遵守他嘴上说的国际规则 但是大量事实证明 美国人出现在哪儿 哪里就充满混乱 暴力 悲剧 颠覆 甚至战争 美国想叫别国为其冲锋陷阵 但别国都不是傻子 中国也并非坐以待毙 近段时间 我国国防部长外长也频繁出访 并邀请其他国家官员访华会谈 而本质却和美国截然不同 主要内容都是谈合作 抗议 双方贸易和利益 谁会拒绝发展 这一招就能粉碎美国的阴谋 而美国高官忙着访问许多国家 试图组织一个盟国团体来阻止中国发展 谁的阴谋破裂 谁的阳谋成功已经一目了然